另一头加萨的卫生部统计 在以色列的攻击之下 说加萨目前是1537人死亡 其中儿童500人 这等于是三分之一 受伤的6612人 其中儿童1644人 然后各式各样的讯息 以色列也公开了三张照片 有婴儿的尸体 有一张都是写的婴儿床 控诉哈马斯杀害婴儿毫无人性 当然之前拜登还讲 就说哈马斯斩首婴儿 他说画面他有看到 后来白宫出来否认 不是看到照片 是看到刊登这个新闻的报道 这差很多 但是后来以色列公布 说确有歧视 但是哈马斯否认 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刚亮哥讲的 大家最不能容忍 上帝看不下去的 我们先把这些图片调出来给大家看 我先跟大家讲 我们的这个节目 当然就是没有限级的 所以我们都做了非常安全的必要的一些处理 所以当然你可能看不清楚 因为我们也进行了抽色 不让这个血的画面出来 但是你大概可以模模糊糊的 看到一些轮廓 有的在地上进行 就是躺在地上 婴儿的急救 儿童的一些急救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 也是躺在这个床上 这个我们的这个 这个标准码的实在是码得很大 还有一张这个婴儿床 这个婴儿床上面全部都是写 包括那个枕头的部分 包括那个被子的部分 没有看到孩子 但是从一张鲜血淋漓的婴儿床 你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这个婴儿受伤的画面 急救的画面 躺在父母这个手上 这个父母亲哭喊的一些画面 一些照片等等 那出来让人极度的震撼 就是无法容忍的 我觉得就是 让大家觉得这个战争 每个人都在想 这一个一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出来阻止呢 所以你看到双方现在都拿 大家最不能忍受的 以色列说 我这边有很多儿童死亡 而且你是用斩首最残忍的方式 我还看到更多更残忍的描述 说是呢 先把这个村民集合起来 然后先在父母的面前 把孩子杀掉 然后再去杀父母 所以就说在杀父母之前 让你的新鲜撕裂的一个概念 好 不过这一指控呢 大家也知道 我必须要说 在战争时期 很多讯息是混乱的 也有很多假讯息 那双方都互相否认指控 但是你觉得 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交给大家自己来判断 好 军事题 我还是请教一下这个丽将军 你怎么看待 这个十四页的绝密文件 包括刚刚辫子妹 你看各种细节演习 都已经公布了 任何一个作战一定是 完成充分的准备了 那从这次它可以 在短短的20分钟之内 总共号称发射了5000枚的 这种土字火箭 还有它这个现在已经出来的 十四页的绝密计划 它所有作战计划都已经很完善 所以我们合理的推算 说哈马斯他有没有为后续 这个乙军攻入加划走廊做 所有各种准备 其实在这个网上 大家可能还会看到一支影片 号称是这个哈马斯所公布的 他又把他当时的所有画面拍起来 包括搭那个动力散进去 包括开那个摩托车 冲进那个边境等等 那个影片简介得非常完整 假设那个影片是真的的话 那就意味着这一切的过程 包括连宣传连记录都在里面 对对不对 那回推就是刚刚丽将军讲的 就是他之后有没有做好 这个做好乙军攻入 这个加划走廊的作战准备 最基础的就是说他的物资准备 他的水银水这些医药的准备 是不是那不要忘了 他为了这场战争 他准备了两年 两年你看他可以挖多少地道 租存多少武器 对租存多少银水 弹药 粮食 可能都有做这些囤储 那我其实我自己在推测 如果说真的是 这个乙军攻入加划走廊来讲的话 会不会出现刺针飞弹 或者标枪反坦克飞弹 或者柳叶刀 瘫荒刀 这种无人机 对乙军来实施攻击 我觉得可能性都很大 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本来就是一个 贪污腐败的国家 他当初美军支援他这些武器装备 现在他 我们那时候就有怀疑说 他是不是走私了 走私到什么地方 什么国家会买 那现在就像亮哥刚刚讲的 有金主国家 就阿曼或者是沙古加拉伯 或者是这些国家 他有钱他去买 买了以后会不会就暗中 随着这些管道送给 哈马斯这些地下组织 所以他现在会不会已经布下一个 就是双方来讲已经决定说 必死的决心在做一个决战 那你就算你必死决心 你不能白死 对不对 你一定有所准备 譬如说他的地照 我刚刚讲的 他已经设计了防火门 或者是设置了一些鬼雷设施 或等等这些东西 他可能知道自己必死 但是他绝对要让以色列付出财政代价 这一切可能都在那些计划里面 我觉得都会在他计划里面 甚至于后续来讲 就像亮哥刚刚所分析的 有关于他政治上面 怎么样跟这些国家打交叉 他可能都有一些盘算 因为他为了发动这场战争 已经足足准备了两年以上 两年可以做很多 不管是计划 或者实质物资 那你觉得呢 跟他周边那些国家的武装组织 等等 是不是也提前做好了相应接应的计划 但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现在 就是以色列对他有利的 就是刚好周边这些国家 目前都是在那种内论的状态 对不对 叙利亚目前是在打内战 对不对 尼巴伦那边也是前一阵大爆炸 到现在也是残破不堪 经济上面也是非常破落 那约战来讲的话不太敢打 埃及来讲的话 现在来讲 他可能自己避免说 难民都涌入他自己国土境内 造成他以后 这种这些混乱这些处理这些难民 对他来讲也很头痛 所以目前来讲 我觉得国际形势 这些阿拉伯国家来讲 叶门对他隔很远 对不对 这个伊朗来讲跟他隔很远 你除非说伊朗真的是核子武器发展出来的话 不然对加插手 然后这些哈马斯来讲的帮助其实不大 对所以这些就解开了之前的谜团 以色列这么强 我们看到被打得措手不及 包括很多影片显示 那都攻到以色列的军营里面了 军营毫无反应 这个士兵还穿着这个便服睡衣 内衣在睡觉 自己都懵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现在都可以理解 太阳星全校克肺有一身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一身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一身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身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